哈喽同学 欢迎收看AS1P凯业数学 植数的问题啊 有几个你必须要注意 第一个 你知道1到100有25个植数吗 老师在前面的影片我有去讲观念过 他想要用数量90到100个的贴纸 那排出一个长宽都要怎样 大于1的长方形 也就是如果今天拿20个贴纸 我今天拿了20个 可不可以拼成长宽都大于1 可以啊 你只要4乘5就可以了 对不对 或者你2乘10 也可以 但是就是不能拼成1乘20就对了 他说拼完之后不会剩下任何的贴纸 那贴纸数不可能是多少张 第一个 这个题目看完之后 长宽都要大于1 那谁的长层宽没办法大于1 比如说老师拿一个7好了 你知道7个贴纸只能拼成什么 1乘7 而已 对不对 所以我就把这个7 前面有讲过7就称为什么数 值数啊 所以这一题就是在考 谁是值数的意思 好 我们来看一下A的选项 A是91 91是不是值数 91他除了1乘91以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老师那时候一定有提到了 叫做7乘13 非常常用到喔 再来 所以他是个合数 93呢 93除了1乘93以外 你看9加3是不是12 12是3的倍数 所以他是3乘 31 他也是个合数 再来95 95更不用讲了 他除了1乘95以外 他还有一个5乘19 因为他是5的倍数嘛 猪的选项 97除了1乘97以外 都没有啊 对吧 所以你看人家还有 人家都还有7乘13啦 3乘31啦 5乘19 人家都还有朋友 就97没有朋友 所以他是什么数 值数 所以答案选 猪 不可能是猪